今天中文貴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健康好簡單 我們的節目都在傳遞給 觀眾朋友最健康的資訊 你知道嗎 有一些我們從小到大 覺得是好習慣的習慣 有可能是不好的習慣 這一些好習慣 可能從媽媽那一代 媽媽的媽媽就告訴媽媽 然後媽媽再告訴我們 可是我們今天就來討論 有幾個好習慣 可能還要做一點調整 它才会让我们身体更健康 来欢迎一下今天的专家 生活中的大小事 都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尤其是我们一直以来保有的好习惯 真的是好习惯吗 我们先来看看 第一个习惯是什么呢 来 外出用餐的时候 先用卫生纸擦拭餐具 这是好习惯 听起来还不错 因为怕外面的碗太脏了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的粉红色的餐巾 拿起来擦一擦 这样应该还可以 其实我自己偶尔也会这样做 虽然我自己觉得这样似乎不是很妥当 可是尤其是看到那个杯子 碗有点湿湿的时候 一定会忍不住想把它擦 下之后才想完了 这张是粉红色的 所以关键是那个粉红色的 就想说它的顾色是不是够老 因为之前他们会再做一些研究 比如说不论它是粉红色或白色 白色的担心是一些可迁移性的荧光剂 因为他们之前去做市售的这些餐巾纸 或者甚至是擦手指的调查 就发现很多很白的是 因为它掺了太多的荧光剂 那一般荧光剂 它其实在它上面也就算了 如果是可迁移性的荧光剂 可能它移就移过来了 那至于那个粉红色就怕色素 因为你会发现有些什么白白擦的 觉得很擦的甚至连碗 都还有一点点黏颜色的 就很烂的那一种 所以那是比较害怕 可是这还不是我最害怕的 最害怕是什么 最害怕是不是卫生纸 而是有一些更传统的餐厅 它给你的并不是卫生纸 是叫做押紙模拟的东西 押紙模拟 湿手机 湿毛巾 而且它还是回收使用的 弄得一卷而已 一卷一卷毛 白白的 然后你有看过他们消毒的方式吗 其实他们就是类似 就是洗一洗 烘一烘 然后或者是弄一弄在蒸箱里面蒸湿就拿来 你知道吗 那就是你也不知道上一个客人擦哪里 有没有 所以之前就有人就想说奇怪 他觉得他自己卫生条件很好 他觉得为什么脸上就长血 长湿疹或者长过敏 对 因为他每次都这样这样 他就觉得一定是那样来的 因为他才去过不久之后就长了 他就觉得这个型一定是那样来的 因为不知道那个湿纸巾擦了谁的哪里 可是有一些大饭店也是用这种毛巾 是他清洗的方式不一样吗 焦毒跟清洗的设备够不够 我们出外用餐的时候 其实自己可以先评估看看 那个餐厅到底的卫生条件怎么样 你其实自己周遭 从周遭的环境里 可以自己 也可以大概知道说这个不OK 至于说你用餐的时候 用卫生纸擦拭上去 如果说它是那种一般床床的 小吃店的话 那那些卫生纸可能都不是干净的啦 就觉得说你干脆就不要擦了 否则的话你也可以说如果你比较小心的话 你就请他们店员给你准备一些开水 你就直接用烫一烫 用开水烫一烫 反倒好 当然就说如果这些餐巾的话 它如果本身上面有一些细菌的话 吃下去很可能就会引起一些肠胃炎 比方说一些大肠肝菌或是三门氏菌 滋荷石肝菌等等的这些吃下去 轻则就可能简单的腹泻 那种的话可能会严重到大肠出血 或是船孔 那要住院治疗 严重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其实卫生也是要特别消失 如果刚好那个纸上刚好看不到 什么东西湿湿的 那它这种什么那种 比如说祸乱的胡菌 尤其在夏天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小温船 一个温船那你这样子用上去插上去 刚好剥小溪你那个量更好那么多 你就有机会 所以其实人家说 拍文的中心精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那个运气不好的状况下 所以通常我们像我去 台湾可能没有这么讲究 可是我去到比较陌生的 甚至我觉得卫生条件会紧张的 我就会用这个 那是什么 这个就是酒精 什么特效药 酒精是吧 我跟吴医师一样 酒精棉片 酒精棉片 带出去比较方便 对 那我是用喷的这样 可是它喷在碗里面 因为它很容易就干燥 我们是用那个医疗用的 75%的 它会烧起来是90%以上的 你不要用那个那个太危险 75%喷一下 然后等它干了就可以用了 对 我是建议妈妈们包包里 都可以随便丢两片 因为有时候一大瓶 你那个包包放不下或者忘记了 因为一瓶的话就是放这个包放那个包 那有带小朋友的家长 我是建议你就是买一盒 大概一百个 然后一个不到一块钱 你每个皮包放个几片 那用的时候很简单 就把它打开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棉片 通常大概就是一副碗筷可以擦完 那其实如果你说问卫生子 我觉得还是其次 因为很多妈妈找不到卫生子 就直接用那个餐巾 餐巾 湿巾 餐厅提供你那个 湿纸巾 那个其实比较更不理想 好 有很多包装它上面写说 已经无菌包装了 可是它摸起来 就是感觉有点黏黏的 你会觉得它里面有加什么 有的没有的 那很多餐厅它会说 我这个是已经消毒过的 可是即使它消毒过包装起来 它可能放的地方 因为潮湿 温度 可能中间又污染了 或者它有破损 那你再拿来用 里面其实都已经很多细菌了 因为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讲 叫他们带那个环保筷 随身带的 他们都不太愿意 后来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实验 他们就很了解了 那时候我是拿一把筷子 然后这是一杯热水 你看这两杯水的颜色是一样 就这样下去搓 它会变色 你看 它变得比较浊了 对不对 那甚至有一些比较劣质的 它颜色会变得淡黄 微黄 那你看看 这些东西我才这样搓两下 而且这个水还不是很热 如果我们吃的是火锅 它可能释出了更多 你看我搓不到十下 这个就 这个很透明嘛 这个就灼了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添加的东西 这个用干的纸巾怎么擦都擦不掉 所以其实跟老板要一个热开水 热茶也好 因为餐厅一定会提供 你就拿来涮一涮 一来消毒 二来把这里面的一些添加的东西 也把它洗掉 它如果用二氧化硫熏蒸出来 有些会留下那种类似酸酸的味道 有没有 那些像洗出来就会有点黄和 它已经变化了 其他因为它有时候没办法 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我不熏它 它是会被重铸掉 或者它可能会 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桌上的筷子 黑黑的 对 有黑斑 就不太敢用 根本不能用 因为二氧化硫 虽然可能如果我有气喘病 我过量刺激可能会诱发气喘 可是如果是没吃下去又伤肝 所以这两个之间 你都没抉择 到底怎么办呢 只好拿取你的环保管 对 就养成习惯就好了 其实提到这里 刚刚医生提讲那个大肠杆菌 我自己的观察 很多人很注意卫生 然后吃饭前一定去厕所洗手 洗完手以后也擦干净了 或者是已经烘好了 然后它要出来的时候 就会把厕所门打开 其实那细菌又回到它的手上 那怎么办呢 用脚踢 可以 脚踢也是一个方法 不然就是再去拿一张卫生纸 包着你的手去包那个把手 常常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更容易污染 因为这里除了你本来也有的 很少人会这样做 不要说你有洁癖 对 他们说我也有洁癖 可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当你真的没办法 你一定要用纸巾 因为你看到它有水 就是没办法 起码你不要用擦的 你用吸的 把那个水吸掉就好 OK 然后你再跟老板要一个茶水 茶水 来冲一下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跟我的朋友在香港 我们去吃大排档 就是他们的那个大路边摊 我们要吃饭 我那个朋友 就跟老板要一个热开水 他就把那把筷子这样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我说你这样子做什么 他说我们来吃大排档都这样子 香港人都是这样子 对 他们习惯这样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卫生嘛 因为你没办法控制那个 店家他怎么样处理餐具 起码这一关你能够稍微消毒 而且通常热水 大概五六十度 就已经达到某些程度的消毒效果 还不错 好 所以这个习惯其实是好的 但是要用对方法 然后用对这个工具才是对的 好 再来我们看看 下一个习惯是什么呢 早上起床把棉被折好 那现场只有中医师 男士 那你们当兵的时候 不是说要折豆腐被吗 那这个是个好习惯吗 一起来折豆腐被这样 是 如果没有烘焙机 又没空晒太阳 没关系 自己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把棉被就先这样铺平 好 然后翻起来 拿吹风机进去吹 效果也很好 拿吹风机去吹 这样子 因为你看嘛 它里面是一个洞 你可以像一个窑一样 那你吹风机这样灌进去 它等于有点像我们烘焙机那个冲